hello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想跟就跟着刀鸭出击 是不是有个小玩意要过急了 并没有啊 直接去抱了我 马上就回来了 来了来了 不知不觉又脱钢了两周 感觉好有罪恶感 没事的 大家会谅解我们的 话说你看到经过了没有 没有还没 啊 看到了 是速伞 啊 我也看到了 打完立马抬伞的怕不是要传尾啊 还真来了 哎 憨憨大男犯 他在追你吗 对 到我这里啊 没事 你们秀 速伞想要抓杂技还是有点难度的 呃 他好像没抓我 转追心理学家去了 但是为什么我心跳这么修理呢 哎 居然还是张狂速伞 看着技能就不好打了吧 先拉开距离啊 哎 欲碰铃铛 哎 打速伞我还是很熟悉的 过板蓄力刀可爱心啊 嗯 我怎么感觉他走了那么快呢 完了 地亚是在小木屋啊 那一会就只能我去救人了 对对对 不过 我看能不能再溜一会儿吧 这个伞球都有问题啊 这个人不会但是闪现吧 张狂闪现速伞那也太拼了 哇 还真是啊 那就没办法了 很久没有看过张狂闪现速伞了 我准备一下过去救你 呃 他没有选择挂地亚式啊 心理学家救我了 你先休着吧 现在砸起改版了 球的CD延长了 搞得我都不太舍得用球 对 感觉就没有以前那么灵活了 我玩的时候也不舍得跳 算了 省个球吧 反正也跑不掉 直接回到椅子上休息 心理学家帮傭兵满血 可以可以 感觉他们两个好像开黑的啊 我在大石头这里给你留了个洞 你一会儿记得过来穿洞进医院 好 我下椅子就往那边走 傭兵头姐直接落 还帮我挡了一刀 可以 这波机会来了 哎 这个素伞其实很喜欢反绕啊 刚刚有两波就被他骗了 直接跳过去进洞 呃 素伞怎么还不来啊 不会是反绕我了吧 来了来了 就怕你跟不上 我在鸟笼修机你别带过来了 啊 我已经带过来了 完了 他飞我了 应该是要管电机了 鸟笼是最后一台哈 好吧 那你先溜着 我去找人恢复一下状态 小玩家加油 问题不大 今天给你们表演一下 什么叫顶级心理博弈 一 二 三 反转 哎 你怎么吃刀了 啊 这个 他不自然动 这就很尴尬了 你得先钻一起一下 让他放松警惕啊 这把第一次反转没什么经验 哎 这心理学家可以啊 直接帮我一清让我满血 说实话这个意识是真的可以 我先去摸一下心理学家 你这边溜吧 他好像没追我回去守电机了 真在那里晃悠啊 守电机是这么守的吗 就站在旁边死定着 额 顶级理解 我又在大石头这边打了个洞 感觉这心跳若有若无 我过去看看电机 这人守电机守了个寂寞啊 搞定 电机压好了 好 我先把他摸满吧 哎 幽命的不动了 还冒乌鸦了 这就很尴尬了 素散飞回来了 我要没了 啊 这死长死长的蓄力刀 没事 我来救你 素散敢拉开身位脑就直接救 小玩家他追我你就去压电机啊 电机是压好的 可以 那你拉开吧 我来吃刀开就行了 他想打我的 没事 可以 吃刀直接开 素散应该会选择追我 你赶紧去小门 他们应该贴好了 要不我拉个大洞过去吧 我感觉你要没了 你这当面拉大洞有点过分了吧 你看我说了吧 一个铃铛就打断了 那算了 让我祭天 你快出大门 可以可以 这个素散觉得打下去也翻不了 直接翻滚出门 果然还是小环家祭天法力无变啊 哎 倒鸦出击能走一个就不错了 溜啦溜啦